都拉成语故事 乔夫立即起身观望 发现是自己的柴车起火了 情急之下不知所措 于是端起手中的茶杯就冲了出去 他把茶杯里的水像燃烧的柴车泼去 但丝毫不起作用 火势越来越大 最后柴车化为了灰烬 乔夫伤心不已 这个故事引申出 杯水车心这个词语 原意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了火的柴草 比喻力量太小 解决不了问题